目前,被广州认为是叙利亚最后一战的伊德利普战役,在被拖了两个多月之后终于开打,近20万俄续一联军,已经展开了对伊德利普外围势力的轻较行动,顶多俄罗斯在象征性的跟土耳其谈一下,这一战肯定是不可避免了。 之所以这么说,原因非常的简单,形势已经发展到了不打不行的地步了,所谓的平火协议,不仅没有让伊德利普内的叛军消停下来,反而还使得多股不同阵线的叛军联合起来,局势甚至比较停之前还要危急。 并且,不管是叙利亚还是俄罗斯,都不想再等了,这一等就要到明年春天了,这么好下去,谁都承受不住,叙利亚急着开始重建,俄罗斯则是有些自身难保的味道,搞不好就要跟乌克兰打起来,如果双线开战,那么不管是彩力还是兵力,俄罗斯都有些捉襟见着。 因此,在调停了两个多月之后,再次打了起来,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,只是令俄罗斯没有想到的是,伊德利普可能并非最后一战,因为美国最近开始造动了起来,接连做出不少动作,让即将看到蜀方的叙利亚局势,就一次变得扑朔尼里起来。 首先就是也门内战被叫停了之后,抽出身来的沙特联军转移战场,进入到了叙利亚,第一批自到来的不到一千人,随着局势的发展,今后必然还会有更多的联军赶到。 同时,北约的几个国家,也把向叙利亚曾兵提升了日程,如此看来,短时间内就会有一二十个国家的正规军,加上叛军,库尔德武装,极端组织人员等各种势力汇聚到叙利亚。 这其中,也就土耳其,有可能会听从俄罗斯安排,不会把事做得太绝,其他各方没有一个善叉,不是这个军就是亡命途,解决起来极其的棘手。 其次,除了即将到来的大乱动以外,美国高官邓福德,在本月去日的时候表示,为了确保叙利亚局势能够稳定,美国计划训练斯瓦当地的士兵。 目前,这项工作已经展开,完成了五分之一左右,这个所谓的当地士兵,很明显就是许利亚反对吧,美国一直在支持着的盟友库尔德武装,按美国透露的进度来看,等到俄设联军打完了伊德利普,这死亡大兵差不多,就就正好能够粉末登场了。 显然,这就是美国早已计划好的,又一次在许利亚过的重大突破石鹿猪獠牙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